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错 这么短的时间之内拍了这么多的素材 不简单 不容易 辛苦了各位 余编导 你的素材呢 没有 你不去了他家吗 怎么会没有啊 他家的素材没意思 不拍了 余编导 我没听错吧 你这是自动放弃了 怎么回事 陶教授网上最新他的视频 大家都没看见吗 干吗呀 爸在陶家拍摄的素材拿出去 删了 余编导 你是节目编导 一组人辛辛苦苦拍摄的东西 就是被你这么杀了未免太不负责人了吧 你也知道我是总编导 所以我有决定情 那就重新补拍 希望你弄清楚 这是我的家事跟你没有关系 你没必要这么做 我不喜欢那个女人 你 你为什么不喜欢她 没有为什么 就是不喜欢 一秒钟关于她的画面我都不想拍 不好意思 打扰 等等 你吃的是什么呀 鸡头米 讲了苏帮菜 讲了各地飞翼美食 轮到工程菜了吧 人家做的可是马汉全席 我做节令菜 看看 为什么关装那么爱古装啊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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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啊 方权拍满汉全席 热度都败得一塌糊涂 这个 要不要安慰打你啊 完全没有 你没有啊 小鱼送你的礼物 你留着吧 这不好啊 余再早送给原家营礼物 这 见者有份啊 咱俩分了 我赢了 我赢了 怎么办 我又赢了 我赢了 我赢了 怎么办 我又赢了 我赢了 我赢了 怎么办 我又赢了 你那么喜欢 你留着吧 把余再早给我交进来 他说第一季收光了 他还放假了 放他个大逃鬼啊 我们要敢在文物大展节奏前 开拍第二季 谢谢 著名珠宝奢侈品牌 金衣珠宝也会参加这次的珠宝展 中国古代首饰 与现代珠宝设计的思维碰撞 传统工艺在当代的研习 与艺术审美的变革 我觉得是个很好的主题 而且我听说他们 这次邀请了 四位一线男星连妹出席 想想看这个画面啊 将是业内难得一见的盛况 奢华耀末的珠宝 加上星光璀璨的流量 还有什么比这两者的结合 更吸引人的 而且他们这样一来啊 更加吸引广告的植入 能不能别那么庸俗啊 我们这是一个文化节目 别闹得太商业化行吗 商业化有什么不好 它能为我们带来更多的资金 区别在于 你拿着这些钱要干什么 如果节目几两上去了 那商业化就是有价值的 如果你一味地追求利润 而忽略了品质 那到时候你求着广告商 人都不会理你的 所以说节目怎么做 决定权在你手上 不要一味地怪商业化 嗯 我觉得你说得有道理 难得说得这么有理有趣的话 我赞得 顾总 我觉得这第二季啊 还是应该采取余再早的建议 以舒嬅为主 舒嬅 顿世宜 我认为 顾导 这金衣珠宝这样顶级的珠宝品牌 能否同意我们拍摄还是个问题呢 珠宝展一期一会 舒嬅等待了千百年 他又不会张交跑了 再多等一期不是问题吧 一期自然有一期的创意 错过了时机他就不是最好的 木导 我还是认为这期的舒嬅更合适 这次我同意佳莹呢 木导 您先听我说 做舒嬅的很多 做珠宝的却很少 为什么中国首饰文化价值一再被低估 是因为他们不会拍 但是我相信你 一定会拍出他的美丽 和文化价值 对不对 您拿主意我来拍 那就太好了 那就这么定了 散会 顾总 我想起我有个朋友 非常适合做我们这期的嘉宾 下午我把他带来给你介绍一下 季王姐 客气 好 拜拜 顾总 再说吧 这小鱼毕竟是个编导 你这么对他是不是有点 那我怎么样 佳莹说得对 珠宝展很难得到 如果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 请在下午点前提出来 我辞职了 辞职 不是 小鱼 你 你说什么呢 小鱼 我辞职了 谢谢大家的关照 和会有期 辞职了 小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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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去哪儿 你什么意思 辞职信一脉要给你了 提出离职是很突然 如果公司提出要补偿金的话 就是因为我否认你的方案吗 因为我是节目的总编导 但我这个总编导 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 你再走 在刚才的会议上 我连一秒的阐述时间都没有 也没有任何人来询问过我的意见 这不是正常的工作状态 我不接受你任何规矩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把这破线给我收回去 你接不接受 谁在乎 拜 小鱼 真走了 这 怎么 说走就走啊 可是太突然了吧 怎么缘局不合啊 你 这种吧 看什么看 不用工作吧 不用工作吧 吴总 小鱼是节目最重要的主创 现在第二集都还没有开播呢 节目正是需要他的时候 怎么能让他现在就离开呢 我 我去劝劝他好不好 如果他愿意回来 能不能请您既往不救 你也知道他是主创 就这样丢下节目任性离开 说明他对节目对公司的毫无感情 他不是的 说到底他敢这样我心我素 就仗着自己是节目员了 以为节目离开他就不行了 现在第二集还没播广告全满 我们不再需要他了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你这明明就是过河拆枪 顾总 小鱼明明 有人逼他吗 是他自己要走的 可是小鱼明明就是 你还叫上去跟他辩论一下 我不是 你没跟他在前头上吗 他是老板 一个预算嫂失去之流 那是我们的说就算的吗 如果你真的把顾顾佑逼急了的话 他预编导在外面 谁还来用他 他管那么多闲事干吗呀 这可能就是一个时间问题 说不定我过段时间 我总得消气了 小鱼就回来了呢 我怎么总是想着他呢 石雍哥 你还在为余再早辞职的事不开心啊 怎么 我像是很不高兴的样子吗 天天的麻烦走了 我得开瓶香槟庆祝一下 顾叔叔没有说什么吧 你倒是提醒我了 我忘了告诉他 他替我找了一个 多么无恩负义的混蛋编导 他是金衣珠宝最年轻的设计师 这次的珠宝展也是他负责 他说今天来博物馆找灵感 安先生 安先生 你可真难约 终于见到你本人了 抱歉 珠宝展有很多准备工作 所以一直没抽出时间 给你见面 安 我还有两笔句话吗 不介意吗 当然 介意啊 这位才华横移的设计师 是不是挺年轻的 傲慢和他的年纪一样 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你也不慌多认啊 你也不慌多认啊 还有多久啊 我也不知道 不不不不不 一小时 准备 黑 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杨先生 我们现在能聊一下合作吗 贵方提出的方案的确很有诚意 不过这件事情 我令你打算 您说 有家公司跟你们同时提出了合作邀请 他们的策划案也非常地信严 深思熟理后 我想让你们联合采访 是哪家公司啊 我们家 我们傅时庸 袁佳寅 熟人 都是熟人哪 安三 安三 太帅了 顾时庸 人家安三比你帅多了啊 感谢安三给我们合作的机会 真没想到啊 顾时庸 你我两家公司还有合作的这一天 不过江湖就这样 小顾啊 你还嫩了点儿 你再多历练两年 你就会发现这个世界上 什么事都能发生 安先生 关于这件事情我觉得 你们的节目在不同的平台播出 有利于提升品牌价值 到时候邀请你们参与宣传活动的拍摄 包括明星们的采访 还有问题吗 我觉得 没有问题了 方总 好 安四 我给你介绍一下啊 于再早于小姐 她是我们这个节目的总编导 你们今天就不介绍了吧 太熟了 行 我代表小于 特别感谢你的培养 还有个爱 安先生 安丽丝 好久不见你 安丽丝 好久不见你 没有 我的爱 行了 小于 这么早就认识安丝了 难怪 对方一看到你的名单 立马就答应了 普通朋友 明白明白明白 我特别理解 你理解什么呀 放心啊 我不看了别人的私事 看起来他很骗我 我能单独和你聊了吗 干吗呀 袁佳音 我们家余再早 以前在你们那儿 签的合约我可看过 根本没有什么 敬业限制的条款 他想去哪里 他没有意味向你怀抱 方先生你误会了 我是作为朋友 想同余再早聊两句 朋友 行行行 朋友 那你们聊啊 我先走一步 我劝你不要和方全合作 为什么 从传承正式上新开始 我们同非遗物语的竞争 便已彻底结束 你要知道 完全不在一个量级的对手 根本没有彼此竞争的可能 所以呢 虽然我不想承认 但确实是你打造了这档节目 你只要向顾总道个歉 他还是会让你回来的 让你低个头而已 不比去做一个网综 更有前途吗 你是说即便我去了对面 也没有办法跟传承竞争 对吗 这有什么疑问吗 那可不一定哦 那好吧 那我也很期待 你到底能否立网狂乱 看到这些历史留下的记忆 你会由衷地感叹 中国人审美的和谐统一雅致 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 怎么样 挺好 好 这余再早到底想做什么节目啊 他做什么都不重要 一个不入流的网综 能掀起什么风浪 你好像忘记了 传承在正式上星前 也不过是你口中说的 不入流的网络节目 这上星的机会 也有余再早的一份贡献 阿絮 这你也记 人讨教授说得没毛 毛病 顾总 你真不准备邀请他回来了 绝对不可能 佳音 我们现在什么进度 已经跟静一珠宝那边 确定好了拍摄方案 为了拿到主导权 这次拍摄全部由我们负责 品牌方那边只负责 把控整体的风格 和珠宝展示环节 主摄影师 那你还是谢瑶吧 怎么了 难道出国事的摄影师 总不可能一辈子 不给机会吧 让她来 嗯 晓鱼 看古兰美人 你们再对一下 你们再对一下 椅子放这边 给我看一下 谢谢 你还真心疼能扭转乾坤啊 就目前我们节目的人气啊 我看做梦比较快 今天不是没有采访吗 你跟过来干什么 这要我说 跟拍就是十人衙会 还不如想想办法 抢个独家呢 好 余崽早 你不是很会编故事吗 你给我也编个戏中戏 让我也提升下人气 快到了是吗 好 好 差不多 差不多了啊 好好好 带着点 带着点 要紧点 带紧点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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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杰瑞 我 放车啊 思黄 采访过你的 忘了吧 好久不见 来来来 这瓶球 Wiki Wiki 好久不见 最近你在播的那不细舞 看着还挺熟 我觉得真的很不错 你最近不是要看演唱会了吗 你记得给我留张看 我要那场VIP的 我扫你 我觉得最初在KZ 我看不到也赶不过来了 我还有事先走吧 这儿交给你们了 放心吧 王总 王总 再拥有点 那你们先休息一下 谢谢啊 谢谢 谢谢各位 走了 拜拜 走了 走了 走 走 走 回家 回家 你回家 你回去休息 我刚才 听话 别一天到晚都想着工作 也该陪陪家人 大家好 依依姐好 辛苦了 今天我买了些蛋糕 小鹏给大家分享 来 谢谢依依姐 来杯咖啡 谢谢 谢谢 自己来 谢谢 这个是小鹏里的 对 好 谁呢 观众想看的 可不是其乐融融 怎么寻找爆点 不用我告诉你了吧 好久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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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变好看了 谢谢 谢谢 你也是 你们在忙什么呢 好可爱啊 谢谢 你 你不是在开演唱会吗 你怎么也在这儿 嗯 我上次你当时的小鹏 我是已经太难过来了 哪里是你 然后里面有一个 大哥新的角色 我向上说 我谁合适啊 找死你 你说 我让你再说 你一定要让小鹰过来 那你一切啊 你一直都是这样啊 那要不就你 可让我 让我让你这儿 来就不合适 可以啊 对啊 对啊 看你合适的 那就这么说定了 就看吧 有什么翻盘的策略没有 啊 啊 你别开心那么多啊 但是超有魅力的那个 我 你转过 我 这 这 这 赶紧 开开开开开开 杰瑞 你好 请把出去报告一下 我们这里不允许拍摄 你干什么呀 不好意思 我们这里不允许拍摄 这不是你们的主场 再说你们一个编导 方先生 按合同来说 优先拍摄采访权 在传承节目组 这 我刚才看见 你们一个编导都没有 我都不想写的 我都不想写的 做得不错 不好意思 你 你忙你的 笑什么笑 眼里有点活 看 去去 侦查一下 侦查一下 看看 还 还有什么可拍的 拍一点儿 试一点儿 去呀 你好 给闻人记老师准备了 贵宾室休息室 请请温老师到那边化妆 别排了 不好意思啊 稍等一下 哥 哥 说是给您换个地方化妆 为什么 给您换了V.I.P.抛剑 走吧 请跟我来 拍了 哥 设置组给闻人计 好像准备了单独的化妆间 哥 开拍了吗 接着化妆吧 来吧 这 小云 你帮老师继续打底 我去个洗手间 好 给我吧 别出事了 好 那 他干什么呀 小老师 这家怎么样 可以吗 最近有点紧 那这样 我再帮你看看其他的 好 小雪 再拿一套 服装不是按照萧培哥的尺寸特别定制的吗 我看看 好像是哪里搞错了 你稍等我去亲人一下 哥 昨天最后一套造型不是不喜欢吗 他们说了服装造型跟珠宝是匹配的 现在不能改了 行 没事 咱们先拍 不是吧 萧培现在要换造型 这么难搞的吗 现在沟通过了 让他赶紧把衣服送过来 没办法 人家红了 凭什么他能换造型 我不能换 男子哥 你听我解释 男子哥 这子还挺合身的 这个造型说是有人不满意 临时调整给你的 萧老师 这件可以吧 萧老师这件真好看 太帅了 你看看 这哪哪都合身 来 我再帮你整一整 多合身呢 看看这间吧 多合身呢 就这样吧 剩下的跟我助理说 今天拍到什么 哈喽 南泽 谁知道 哎 化好妆了 你还没换衣服啊 你先换 我先换 你先换吧 我跟你一起聊会儿 好久没见了 等会儿我过去找你啊 一会儿见 我们的造型和住宝 都是提前定好的 不能跟我们 你先看 我过去一下 哎 来 火候差不多了 是不是该再推一把 帮我拿一下 你腿可以 腿可以打开 对对对对 上节目要更多地展现真心情 这也是为了节目看点 您懂我的意思吗 行 好 好 好 搞什么 走台本 谁啊 你们你们 你们 走 站到对方的摄影师旁边去 啊 他们拍什么 我们拍什么 快去去去去去 好 我可以 把手也露出来一下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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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昨天订好的第一套衣服 穿在肖培身上了 老师 您那个 如果面部表情太使劲的话 可能拍出来就 不用 你叫我怎么拍照 我又不是新人 好吗 那这样吧 肖老师 您先休息一下 休息完了之后 咱们再继续拍 开门 谁在里面啊 我们子归哥要休息了 子归哥 我们季哥在里面休息了 我哥昨天熬夜赶通告 外面这么乱 都没法休息啊 我觉得这套 不太符合我的风格吧 而且昨天我的曾经人 也和你说过了 我的第一套呢 怎么没够穿啊 注意一下装衣 南泽 你衣服换好了吗 问他 是这样的 其实衣服早就给你准备好了 是服装出了一点失误 先别生气 相信我的眼光吧 你的风格我最了解了 穿上这个 肯定会把你拍得很有质感的 相信我的审美 这出道以来 我都是军里印象形象 他让我做什么暖男 我真学不来啊 在那一直催我 我更着急了 没事的 上一部戏我看了 那几条戏 你帮助战友充斥信心的时候 特别的温暖 我觉得你只是拍照的时候 还没有找到状态而已 真的 当然了 你相信我 没事 你先歇一会儿 喝杯咖啡 谢谢 就是这种感觉 你现在状态非常好 你就可以按照这个来拍 谢老师 我们能加个小道具吗 可以 完全没问题 怎么样都能拍得了 抱歉 刚才有点着急了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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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只要您休息就好了 咱们随着就可以开始 来 先来 稷哥 我是依依 你能开一下门吗 刚睡着 刚睡着 我什么都不知道 发生什么事了 我想进去休息会儿 没什么事儿 那怎么办啊 时间有点来不及了 不然我去跟摄影组 沟通一下 让他们排你最后一个 不不不 没事儿 今天文哥给我的深茶 挺管用的 我没事儿 谢谢啊 收拾一下 很快出来 记得把我拍得漂亮一点哦 好 该收尾了 近点 近点 很好 很好 这种感觉特别好 来 保持啊 保持 哥们 哥们们 一辈子走 对 对 好 特别好 特别好 来 把他们几个签上的这个 留下 我站边上就行了 来来来来来 站中间 好 来 跟着他们后面拍 小婷婷 说什么呢 你在拍啥呢 怎么还有孙导云家营呢 你放点 别说话 去去去去 走走走走 出去出去 埋下矛盾 发生争执 冲突升级 最后来个温馨大结局 汪姐说得没错 你可是个有能力的编导 不及庄小姐 亲和友善的天使形象深入人心 辛苦了 我出去一下 我出去一下 陶唐 那个 我那边的拍摄已经完成了 但是还差几个宣传照 你再等我一下好不好 创意 创意 给自己树立这样的人设 你不累吗 不会啊 世界上谁不是戴着面具活呢 我可是个出色的演员 我更要对我自己的专业负责 不是吗 好了 我已经订了餐厅 我们先去吃饭好不好 我在外面等 有重要的是几个影响 你出来一下吧 你来啦 我有事要出去一下 等我 跟我去吗 需要我帮忙吗 你有什么可以帮到我的吗 比如 接受你们节目的独家专访 不感兴趣 为什么你见我就躲 我哪里得罪你了 安先生 我这种人呢 不配到你的好朋友 万宝德花丝镶嵌工作室的李云峰老师 数十年来 除了参与博物馆文物藏品的复制与修复 也一直致力于将古代首饰传统工艺 融进现代珠宝首饰的创作 他说 中国首饰的古典美 只有在更多现代女性的身上展示 才能发挥它的真正价值 那大概您制作这样一个发簪 需要多少工时呢 一个月 俩月 也兴许 然后您可不可以把这个 刚做好的饰款帮我们展示一下呢 王姐真好看啊 难怪顾总总是说有事 派一半就跑了 大家都在为金银珠宝忙碌 王姐却想到了为特级工艺大师做专访 我当然要支持了 我们的宗旨是宣传文物和传统文化 不管节目做得有多好 这一点永远不能忘了 没有 没有 还是庄英英厉害 你看那个珠宝广告拍摄 每个角色都被她安排得明明白白 我就是个特邀嘉宾 才参加两期的节目录制 王姐才是主持 我应该多跟您学习呢 来 两期啊 王姐 是这样的 昨天节目播出以后呢 效果特别地好 庄小姐呢又受到了大家的欢迎 难道不应该多留她两期吗 顾总眼光不错 我 嘉宾选得好 让我们的节目收视率节节攀升 所以我们这节目天天上热搜 小天使 庄依依 说不定坐着坐着 就成了常驻嘉宾了 谢谢 谢谢 阿絮 你来得正好 有什么好消息给大家分享一下 大家先看看再说吧 大新闻 《非遗物语》啊和《传承》这两段节目呢 一直都是相爱相杀 缠缠缠缠 那今天的《非遗物语》突然爆出了一段惊人的视频 在他们共同拍摄珠宝首饰的现场 《传承节目》自然为了制造爆点 要求嘉宾全程走台本 哇 现在的制作公司 到底还有没有基本的职业道德了 我想请问一下《传承节目组》 还记得你们当初做节目的初衷吗 你们这样做是否欺骗了一直支持你们的广大观众呢 什么时候的事儿 四合场 四合场 这什么时候拍进去了 演技量今天早上就报了 现在日搜第一就是废于乌宇 我说您别太不小心了吧 这可是未经许可的拍摄 立马让他们下架 不是 人家 孙音音 他们所有的拍摄 可是得到拍摄许可的啊 他们之所以把这个视频都发上去 就是因为他们想博出位 想让我们能够立刻马上去告他们 分分钟站在道德的最高点 博得大家的同情 再说了 现在这个视频遍地都是了 你现在把它撤下来 有什么意义吗 那就让金益珠宝出面啊 这跟广告没关系 是你的台本暴露了 品牌天天上热搜 这不正是最好的宣传吗 说到底 男演员 珠宝都是OK的 搅风搅雨的人 就是你庄依依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 一直要为这个荒唐的节目辩解 你人到底站在哪一边 我不想站在任何的立场上 我只是想告诉你 你们的这个策划就是一个摆拍 你们拍摄的全部过程 人家从头到尾都给记录下来了 切入点 文 准 狠 就是一个标准的新闻拍摄方式 我觉得人家的这个策划非常好 大家觉得呢 反正以前没人这么干过 不过要换雨 再找什么让我相信 顾总啊 看来你的敌人都在内部呢 庄小姐 不拍了 顾总 赶紧好好想想该怎么拍吧 那当务之急 你要想如何晚会节目的声誉 我出面亲自道歉 你该做的 不止道歉这一件事吧 这一回她不是开玩笑吗 亲手建立的节目 她也能亲手毁掉 家人 会得知秋姐 你的 你在哪里 你得知秋姐 我最后还给你一次机会 你得知秋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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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有意思的 顾总 您这要说一点都不真诚 连我都打动不了 简直是太不真诚了 汪姐 你怎么也在这儿啊 那就你的呀 我真的尽力了 他们说得没错 你真的不真诚 那 你呀 应该用你的真情实感 认真地跟他说 对不起 我错了 让他重新回到你的身边 这什么矫情又可笑的鬼台词 往你的右手边看 我真的是服了 这个庄大小姐到处疯狂地上级路 跟别人说是我们拿着台本 逼着他演的 粉丝呢 都在声讨我们 小鱼啊 真的是太冤枉了 是啊 不能让他太得意了 顾总 小不忍 乱大谋 嗯 小鱼啊 让你再讲 对吧 因为让我脑子 那天退 我不能把我脑子 这次在旁边 我能把我脑子 我身为脑子 从头上 把你腑子 我能把你家的鱼子 我们节目 还算真诚 顾总 练习了半个小时 终于有进步了 这条件吧 拍摄方案必须要我通过 我要绝对地尊重 好 我要庄依依离开公司 永远不再回来 好 我要 你还要什么 还没想出来 先保留着吧 你们有空嘲笑我 还是好好想想 怎么挽回你 落签的节目口碑吧 还有你 谢谢 王总 有机会在合作 你慢走 阿搅 送一下 嗯 佳莹 通知大家一个小时之后开会 这次的情形 真的很严重啊 这才短短一个礼拜的时间 这都撤在了多少个广告上了 你说严重不严重 我不想隐瞒大家 现在已经有六家广告上撤赐了 摆拍影响了节目的声誉 加强背后有人推波助澜 我第二台的朋友告诉我 他们内部考虑撤到这档节目 还有什么坏消息 如果有关传承节目的负面舆论持续发酵 那么博物关于我们的合作 也有可能终止 我会当众道歉引咎辞职 虽然这样做无法挽回节目声誉 但我身为这期编导 确实要为不良策划带来的负面影响负全责 你也要辞职 你要辞职 我是这个节目的总导演 顾总 这个节目的总制片人 那你要辞职 那我们怎么办 我们是不是也要辞职 那这个节目怎么办 我们碰到问题解决问题 不能出了问题就逃避 牧长说得对 问题的关键不是压住负面舆论 而是尽快地挽回我们的观众和我们的口碑 你们看我干什么 你还有想法吗 没想法 既然大家不切入我的辞职信 不如看看我对这一切新的想法 可以啊你 你是不是也想要辞职 那我已经想到你这么在意网络欲论 你怎么在意网络欲论 毕竟是我做的这期策划 整个节目组是个整体 任何环节出问题 首要负责的人是我 我跟你说过 这事不怪你 不要再自责了 为了爆点和收视率 让传承在观众心中楼威指挥炒作的三流节目 就算大家不责备我 我心里也会过意不去 我一直在想 如果换作于再次 他会怎么做呢 打爆妆衣的头 你们不一样 顾总 又有一家管众生的 我出去一下 别多想了 喂 庄小姐刚接受非语物与常出嘉宾的邀约 为什么突然来找我呢 传承砸了口碑 很难再起来了 我也不妨告诉你 电视台已经在和方先生谈合约了 与其留在一档 没有前途的节目浪费时间 不如另则凉目而弃 可惜我对此不感兴趣 这次是我向方先生推荐的你 她告诉我 她说她是个顾虚义的 这个歌 不见她吗 她是个顾虚的 不见她 怎么看呢 她就对她说她 要替她去 偶尔有一些新的话题 调剂一下生活罢了 更直白地说 摄影机所在之处 表演无处不在 错的不是我们 而是那些在戏台上 寻找真实的人 所以啊 我是非常欣赏 袁小姐的工作能力 和职业素养的 不知能否有幸 邀请你成为我们 节目的总编导呢 对 当然了 如果袁小姐 想一辈子留在一家 完全忽视你 结出才能的公司 那也是你的个人选择 怎么编达 庄小姐能坐住吗 袁小姐 期待我们的合作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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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姐 约定的时间快到了 王姐 约定的时间快到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明镜使女图 那边的是徽扇使女图 此次联合会展展出了很多的名家作品 大家可以随意看 如果有什么不明白的可以随时问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了半天发现了什么吗 之前不是做过舒华福音的策划吗 此一时彼时啊 经过第一集口碑的发酵 节目做到七十分 观众能打八十分 现在啊 即便做到一百分 估计连几个分都打不到了 嗯 差点以为你真的不在意呢 陶教授 过来给我讲讲 我先回去看一下 不认字啊你 这个字我不认识 木导 哪里不清楚 那字怎么念呀 是女图 我认识这个 那你哪个字不认识 对吗 我信心 我认识这个 中国书画庄表分为南北两个流派 苏表是南派的重要代表 以肃静代雅 挺拔柔软 选料优良 装置韵贴 拯救德法 形式多样 表公经家著称 自古就有 无庄最善 他处无极的美誉 装表师根据画心的材质 为它匹配薄厚适中的命质 这一过程 名为脱心 而以装表过的字画 因年代久远需要修复时 装表师就要揭下旧表上的画心 再次重新装表 过程繁琐细致 画心正面朝下 平铺整理平整 以喷壶 均匀喷湿背面 以排笔 均匀刷上浆糊 将画心由旧表上揭下来 不需要用镊子吗 清人陆诗画曾说过 书画不予名手装持 纵然破旧不堪 宁愿包好藏鱼侠中 也不要轻易拿出来重新装表 有时会受限于画纸的条件 根本上不了镊子 只能上手剑 没有高明的修复技巧和经验 对于骨画的损坏 将是不可逆的 而且在修复过程中 修复时的手 很有可能受到美军的感染 新托纸对其画心 缓慢负于其背面 托好的画心上墙 等待自然风干 感谢观看 余大嫂 你在干吗 我让你来这儿找灵感的 没灵感 没灵感去找啊 你对我不是挺有办法的吗 因为你过于讨厌你 激发了我的斗志 你现在是不是认定 我不会开除你 你就破罐子破摔了是不是 我是你老板 你怎么对你老板的 我给你讲了半天 你能看我一眼吗 你能看我一眼吗 余大嫂 你 书号管带烦了吧 我带你去个地方 好啊 涛涛 我告诉你不要再宠他 他会得知迟迟的 你们去哪儿 余大嫂 先生 请不要学华 请问您需要帮助吗 我不需要 我 我真的不需要 这部门的烙鱼 接着 接着 先生 干嘛呢 我在找灵感 赵灵感 赵灵感 奇怪 还是要先打上水是吧 对 对 要撒上点水 要让那个化芯 脏瓶 挺平以后 再刷浆糊 褶皱要少一点 邱老师 可以让我试一下吗 来 谢谢 我先来试一下 还要站这里啊 要拧一下 你 这样拧 站的时候要注意 酱子的吸筹 好 好 王老师 你再甩就干了 你再甩就干了 王老师 从中间 先从中间 对 先从中间横着 先从中间横着来 这样是吧 对 来一点点 对 然后再照顾两边 对 然后再往这边 再中间 对 从女子行 对 女子行 对 好 对 我不熟练吗 对 我先 这样 对 慢点 不要紧 不要紧 待会儿我们可以再整理一下 对 先中间 对 这么大 好 对 可以再站着江湖 江湖不多了 那就可以再拖出来 那这样转的 对对 转一下 对 要不然它降低 好 卡 休息十分钟 于在早那组的派出一直停滞 我担心会来不及 他会找到林凯的 你就那么相信他 他让人失望过吗 刷 刷 多刷几回就 陈大师 对 这拖心的下一步是什么 拖心的下一步就是上墙 拖完了上墙 要停板 等两天干了以后 我们就可以再做下一步 就是这 刷刷 传统确实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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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在 在最后一天 是你的 每天儿和身体内的 水和血压 大师 不管是 还不及在这边 就听说 你 看 这 那 这 我 明天 能够 中国传统的水印版画记忆 脱胎于古代刁板印刷书 从目前发现有明确时间记录的 唐代贤通九年刁板印刷 《金刚般若波罗蜜新经》开始 一路从宗教经文的刻印逐渐延伸到宫廷 从宗教走向俗世 民间喜欢用它印纸年画 以及名末文人却更青睐雅致精美的拱花 和彩色套印技术 守华斋便是在豆瓣拱花术的基础上 结合了绘画 雕刻 印刷术 逼真的复原了很多传世名画 你看 那边就是木板水印所有的制作工序 勾描 先分色 几把画稿上所有同一色调的笔记 规划于一套版内 画面上有几种色调 即分成几套版 勾描时 先用赛鹿鹿板覆盖在原座上照着勾描 然后用极薄的艳皮纸 附在勾描好的赛鹿鹿板上再描 要不要 religion 折折 Allison 你要认为黄金 不认为黄金 你还需要深入温中的那个意思 不认为黄金 我为黄金 我不是想练成的 这一段 所以我只想练成的 很不认为黄金 你已经迈紧了 那两段 其实不能在心地 所以不认为黄金 我来 跟我来 你看 那是雕刻 那边是锯边缠空 雕板 木板水印的第二道重要工序 几把勾在艳皮纸上的画样 粘在木板上 再进行雕刻 来 等等等等 你怎么现在怎么学的 啊 这一下笔就是软的 你能把气沉下来 把气运在这个底尖上 你看 那是刷印 刷印 木板水印画的最后一道工序 各分版课程后 依次主板套印成画 印刷使用的纸 木 色等材料 和原作材料完全一致 油举炼 好 不 这个过程颜料水与胶的配比非常重要 想要搭档于原作水某 完全移植了浓淡于深浅 往往需要经历无数次的实验 就这么简单的事 怎么样 我跟你说了 你现在有想法吗 你不是不会 你就是不用心 我好好跟你说话 你这什么态度 我什么态度 我不想学国画 你非送我去学 我不想做这行 你非按头压着我做 你说我现在应该什么态度 我这是对你好 有天赋 为什么要浪费 你说的那一套 我听得耳朵都七剪子了 爸 是不木板水音是这样的 我家飞影项目 我是你这个大事的儿子 就应该对这下记忆的传承 有责任吗 这是道德绑架 你知不知道 道德绑架 同样都是学艺术的 别人就可以是画家 而我就是个工匠 凭什么 做好你自己的事 跟别人比什么逼 这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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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你干的事吗 这画子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 看看 什么乱七八糟的 这是你干的事 是吗 什么鬼画谱啊 张老师 您这又何必了 张老师 什么东西这是 是呀 赵老师 对不起 打扰你们了 大家接着干活吧 好像每一项工艺传承 这种待机冲突问题 都很难避免 张老师 您这又是何必啊 陶教授 您也知道 要复原出神行 尖卑的骨货 得要捕捉原作的 画意和精神 这几年我带了十二个徒弟 没有几个能见识到底的 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干这一行 不光得靠魔功夫 他得懂画 得有天赋 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干的 我 明明可以干好 却成天不物正夜 我 我这心里真是着急 没什么样子 或是个人都可以 那还好 就是 产生的 两个人都可以 电梯吗 可怜 你 小忍 不 再 наз运 你好 可以跟你谈谈吗 我是传承节目组的编导 那边有车在等你 陶教授可真是偏心啊 好在我早就打算来水货摘找素材 对不起了 这回抢先你一步了 他是在我身上装了定位器吗 来得这么及时 赵先生 您好 我姓汪 很多年前呢 我曾经帮您父亲做过一期节目 那期节目的名字叫 被世人遗忘的大师 对 您看过是吧 那期节目呢 让大家认识了您的父亲 并且也开始关注了 我们中华了不起的木板水一树 其实你有什么要求 或者是心里话也可以跟我说一说 我都可以帮到你 您之前看过我们的节目吗 传承 你说的是为了知道爆点 让演员走台本的那期吗 人都可能在生活中会有失误 节目也一样 那期真的是个意外 我们已经真诚地向大众道歉了 所以我们决定做一期有深度的内容 来挽回我们的声誉 什么话都让你们说了 欺负观众没有话语权吗 卡 来 喝点茶 汪姐 好 谢谢 这我的 这都是你画的 这是不是就是 你和你父亲争执的源头 这和你带着偏见的目光 来看我们节目 和你父亲带着偏见的目光 来看你的爱好 又有什么区别呢 坐吧 好 来 别激动啊 稳定一下情绪 接着来 好 三 二 一 开始 你对你父亲 让你从事的这份工作 是不是从内心就非常地排斥呢 明明有先进的现代印刷技术 一小时就可以印出一万张画 学会操作也只是几个月 而木板水印呢 要一块块的刻板 培养一个熟练的匠人要五年 复刻清明上河图要八年 韩西载艳艳图 从策划到完成 用了整整二十年的时间 你告诉我 这么耗时又费力的东西 它有什么传承下去的必要 使用油墨的现代印刷 不可能一比一的复刻古画真迹 可你知道吗 由你父亲亲手复刻的现代画作 就连画家本人都难辨真假 这是多么难得的手艺 恐龙那么珍贵 你现在见得到吗 无论多么了不起的飞翼 除非主动适应时代 否则终将走向没落 用人工的方法续命 绑架年轻人的理想和未来 直骂 口口声声说失传可惜 怎么不自己坐在那里试试 怎么样 押注 沾稳了吧 沾稳了 下来吧 好 今天晚上我在这儿看着吧 你们下班吧 让外面师傅就下班吧 是 师傅 好 你要职业班吗 自己看着放心 我能在这儿待一晚吗 为什么 博物馆又不会收留我 对不对 那你懂话吗 准备打地铺吧 是钢银好的素材吗 是啊 顾总吩咐拿去给鱼肉鞭盖盖 我看一下 好 谢谢 谢谢 好了 你是不是对你父亲 让你做的现在这份工作 那些有非常强的排斥感 明明有先进的现代印刷技术 一小时可以印出一万张画 修会操作也只是几个月 而木板水印呢 得一块块刻板 培养一个熟练的匠人要五年 复刻情维上合图 需要八年 韩西再演演图 从策划到完成 用了整整二十年的时间 你告诉我 这么好时又费力的东西 才有什么传承下去的必要 恐龙那么珍贵 你现在见得到吗 无论多么了不起的非议 除非主动选择时代 否则终将走向陌路 用人工的方法续命 绑架年权的理想和未来 知吗 口口声声说失传可惜 看看 看 circa Streaming 穿 cream 看看吧 看到了吗 这是网点 现在印上很难避免 而我们木板水印呢 末 色 厉头之味 即刻乱枕 这其中藏了多少不传真迷 能被轻易地取代吗 你也看到了这种创作模式 注定无法市场化 这是商品 而中华木板睡一会儿 才是真正的艺术品 你怎么来了 那边排完了 木头让我问问这边要不要帮忙 那就辛苦你了 怎么样 还是没有想法吗 你听 那你怎么了 哭了 你是不是对你父亲 让你做的现在这份工作 内心有非常强的排斥感 行啊你 你竟然能搞定袁家营 如果你是袁家营 引以为傲的专业天天被人打击 你的心理防线也会崩溃的 而且啊 电视台已经说了 如果顾时庸无法挽回退市 下个月就会终止合约 干得漂亮 最最美丽的庄小姐 我算是证明了 你就是我的父亲 气死 来尽量你 所以你想要 你来找个小姐 你的身手 你来找个小姐 那你给你找个小姐 你来找个小姐 你来找个小姐 欢迎使用 您在使用卖出过时间 请在按摩头上涂抹少许清水 以增加按摩舒适性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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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小涛 你快来救我 你没有找 我叫小涛你快救我 你笨蛋上套了吧 笨瓜 笨瓜 做事就应该是这样 看见了吗 小涛 是不是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小涛一辈子都出发了 知道吗 小涛叔 快过来 看什么 看看 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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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见了吗 画中藏画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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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明白了 有一个民间画师仿照雍正的十二美人图做画 可这画中呢又藏了别的画 是这个意思吗 嗯 那装表的时候 原画被隐藏起来 画家为什么这么做呢 现存的轻弓十二美人图无提无款 很难确认画中人的真实身份 但在画中悬挂的书画作品中 有破尘居士和圆明主人的喜印 所以才出现了雍正非嫔相一说 也有专家推断 这只是从圆明园深柳读书堂屏风拆下的美人眷画 寄予了帝王对于俗世美人向往 与雍正嫔妃相并无关系 当然我刚才说的只是圆画的情况 至于这幅民间仿座 过去的文人不都这样吗 对帝王美人公为秘史 存在很多不切实际的引力幻想 就比如说民国时期写的这些演绎 很多都是天马星空 我在想 会不会是第一次接受作画的这个人 根据当时原画所提供的情境 加入了很多自己的想象空间 但是这个购买画的人不满意 要求画家严格的按照原画进行创作 但是到了最后 画家还是不甘心 就把自己的想法给表了进去 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那也有可能是个凭病交加的文人 在作画时突然发病 渲染画作 所以不得不隐藏 我觉得圆编导的这个想法 其实有点儿 有点牵强了 如果真的是渲染画作的话 那换一块画布不就好了 我还是比较赞同穆导这个想法 很奇特 我知道 为了炫技嘛 一比一的还原画作多容易啊 只有这么画 才能显示出它不凡的画工 还有装表的技术 你现在反正不会懂的 顾总 出事了 出什么事了 你们干 这是飞于物语十分钟前 刚上线的下期预告 采访内容和切入点 和我们的节目完全一致 明明有先进的现代印刷技术 一小时可以印出一万张法 学会操作也只是几个月 而木板水印呢 得一块一块的刻板 培养一个熟练的家人需要五年 复刻青春上合图八年 寒期载燕业图 从策划到完成 用了整整二十年的时间 这么耗时又费力的东西 我不明白它有什么 怎么能出这么乱下 联系我赵小涛了吗 联系不少了吗 联系不少了 而且这所有的镜头还有剪辑点 跟咱们的节目都是一模一样的 这 这是不是有人看过咱们的素材啊 袁编导 我希望你就这件事情 给我们大家一个交代 王姐 你什么意思啊 你怀疑是我泄露的公司素材 我认为你现在和庄一的立场 并不适合坐在一块儿 愉快地聊天喝茶 是 她邀请我去飞衣物语 被我一口回绝 难道就因为我们见了个面 你就怀疑是我泄露了素材 明明她才是那个 真正值得被怀疑的人 我 素材剪辑好之后 第一时间送给你去沈远 公司还不够尊重你这位总编导吗 还是说你回公司 就是为了彻底摧毁节目 我没有 于在早切收过素材以后 一直从我留在手画斋 她根本没有机会 把这个素材送给别人 你能二十四小时 形影不离地盯着她吗 袁编导 不要因为一时愤慨而相互攻击 在没有确凿证据之前 任何人都不应该被怀疑 你也不相信我 好了 以后会慢慢调查清楚的 不用等以后了 对于轻易怀疑我职业操守的公司 我没有再留下去的避影 阿絮 让他去 耽误之急 必须找到赵小涛 把事情问清楚了 我想我知道他在哪儿 走吧 歇瑶 走 一起 等一下 袁编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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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冷静一会 等事情查清楚吗 请带我转交 谢谢 去 袁编导真的出卖了公司的机密啊 是谁知道 那也是 顾总会追究他责任吗 这接触原素材的人 又不止他一个 谁知道哪个环节流出去的 这要我说啊 他就这么离开 这可不就是做贼心虚吗 你说的也是吧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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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住 站住 乔涛 我们是否能够知道 方全到底答应你什么 因为你 原本送沈的素材全部作废了 可我们节目组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我们现在想要知道真相 这个要求不过分吧 先别拍了 别拍了 机票已经给你订好了 这是你的介绍心 他答应引荐我崇拜的漫画大师 还有其他的工作室当助手 就为这个 不是 你脑子是怎么想的你 赵师傅 别着急 小涛 你答应给我们一个个人专访 可是你现在要出尔反尔 这样做是不对的 再说了 方全给你开的条件 我们也可以做到啊 还给你做专访 如果不是因为你 我会在这儿吗 老辈家人做这行 多数是为了谋生 后来这个好的 成了非裔 成为了艺术 为了迎合社会对家人精神的追求 你们把我爸 活生生地架在了艺术家的身材上 就为了这个 他本来都已经答应让我去画漫画了 后来却出尔反尔 听说你的报道还拿了大奖 名利双手 肯定有想过 你的话中取仇 毁了我的人生 想过吗 怎么能这么说话呢你 来 赵老师 我能跟您单独谈谈吗 好 方姐 那期节目 当初是我力排中医去做的 后来 木板水印术受到了海内外的广泛关注 赵师傅也因此一夜成名 我一直以为 自己做了一件值得骄傲的 有意义的事 所以呢 所以我真的没有想到 那期节目居然会改变一个年轻人的命运 你姐都这么难受了 你都不要安慰一下 你差点心行吗 姐姐别拍我了 赶紧想想下面该怎么办 我就是要来跟你说 我已经想到了 还是不接 要不我去找原本早谈谈 他都出卖了公司的机密 还有什么可谈的 现在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什么急啊 继续继续继续 咱们到底要等啥呀 非得睡在这儿啊 不能到附近的酒店找个地儿睡吗 我看今天咱们就算守在这儿了 你拍不了什么有用的东西 有没有用的东西 出了算 睡觉 再看一看 我就说会有好梦吧 曹主席 来人 皇上恕罪 皇上恕罪 皇上恕罪啊 皇上 皇上恕罪 皇上 皇上饶命啊 皇上饶命 皇上 皇上饶命啊 皇上 皇上饶命啊 皇上 皇上 来人 皇上饶命啊 皇上饶命啊 皇上 皇上饶命 皇上饶命啊 皇上 皇上饶命啊 皇上 皇上饶命啊 皇上 皇上 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皇上 皇上 你看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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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一个有趣的画师啊 来啊 奴才在 把她带去圆明园 给年贵妃作画 臣遵旨 好心提点拟职 自打年更瑶被押回京师受审 年贵妃被幽私过渡 搬去了圆明园养兵 皇上心里惦记 遣了三回画师 都未带回贵妃的镜像 你去 二位请跟我走 年更瑶被押入京师会审 那现在是 这幅画里的时间 正是用证三年 年更瑶下狱受审 年价大傻将清 年贵妃京剧忧虑 心中怨恨 才会避居圆明园吗 还是她想要要挟皇帝 赦美年更要 那我们待会儿要见到的年贵妃 会是年秋月 还是华妃娘娘 是 是历史上雍正帝最宠爱的女人 大清敦促皇贵妃年事 何月 珍妃 你再寻恋了 可曾经 叩见贵妃娘娘 叩见贵妃娘娘 平身吧 谢娘娘 谢娘娘 先放到一边吧 之前画谁所作之相 切符合娘娘心意 娘娘看了你为皇上做的画像 很是喜欢 便由你来为娘娘做画吧 有用的 佛 是 是 你们给我记着 不许欺君 更不可 让陛下忧心 不许欺君 她没说什么的 回陛下 年贵妃命臣转成 年耕尧焦纵思矣 以跋扈专权 理应国法惩治 以示天微 唯有年老大人人事勤勉 又年事已高 望陛下居以宽勉 他就没替年氏一族求情 你对朕避而不见 是否心中对朕有冤 阿姨 求庄对镜 愁眉不展的求庄美人 宠以巧笑倩兮的模样世人 床前班竹文元机上不见药斩 只于精致茶盘与兰又盖杯 力持如意 手持如意的美人 独立亭前赏花 牡丹雍荣盛放 岔子烟红 与美人手中的竹雕灵芝如意 并做富贵如意的吉障 古人流 闻苍天 何时烟雨散尽 仍在灰晶空 千朝万绪也能够 望风 闻明月 何时阴雀 不必在殿陪奔走 苦藤老手 古道西风 两马手 不凡远走 不回首 均一别四个千秋 空度昏暖 就浪浪 妾偶感风寒 病容憔悴 无颜面见君王 待明年桃花开始 妾的病定然大好 再去御前侍奉 咬住身体安康 物资珍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词 李宗盛 演台笔墨依旧 弹香鸟鸟依旧 轻浮胸前褪色 红售 一杯清酒 怎消愁 长夜漫漫等候 酒浪何时能把路 人流 闻苍天 何时烟雨散尽 能再灰清空 千愁万许也能够 忘风 闻明月 何时阴雀 不必再颠沛奔走 苦疼老树 古道西风 凉马首 不凡远走 无回首 君一别似个前酒 空不混 难救 浪冷清 泥酒 肩不断相似 几分愁 忧虑似 覆水 难受 说不出口 用伤心头 彩虎无休 古帆远走 无回首 君一别似个前酒 空渡 魂难救 浪冷清 已久 肩不断相似 几分愁 忧虑似 不水 难受 说不出口 忧伤心头 再复朽 千不断相似 几分愁 忧虑似 不水 难受 说不出口 忧伤心头 再复朽 忧虑似 怎么样 你的梦 嗯 依照史实 年贵妃是在雍正三年十一月去世的 她死后一个月 雍正帝就刺死了年庚瑶 在她给我的第一手素材里面 雍正帝深爱年贵妃 但是为了国法 雍正帝必须要杀掉 年贵妃的哥哥年庚瑶 年贵妃呢 为了年佳的事情 忧虑成疾 最终病入膏肓 但是呢 她又不想因为自己的健康问题 影响到帝王的抉择 所以说啊 即便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封建帝王 也难逃责任与自由的选择 再加上美人图背后的秘密 这个戏剧冲突 一定是非常非常的激烈 不过我觉得呢 让观众自己看故事 总比用台词说教的好 所以我就把所有的说教的台词 全给删掉了 咱就觉得呢 用故宫十二美人图编故事 你什么意见 我想艺术创作和真实生活 观众还是有基本的分辨能力 那可不一定 世界那么大 怎有人分不清的吧 后期加上本片纯属虚构 去 记一下 著名主持人 平时话不是挺多的吗 怎么今天一个字都没有了 没事 可我总觉得这个片子还缺点什么 缺什么 来不及了 马上剪辑 赶快送谁 散会 来 你先看 我去接水 去 不要 氨 沙 你先想让去 躺中 你还想让我再去 吗 去那身边 就停止了 死了 别动 老师 新鲜哥 谢谢 他都出卖了公司的机密 还有什么可谈的 请给我解释 你不用跟我解释 你不用跟我解释 去官局解释 庄依依打从一开始就没想挖我过去 他自己约了我 又找人约了汪姐出去 故意让汪姐看见我和庄依依见面 就是为了从内部进行分化 是 石庸哥 我有话跟你说 今天庄依依找我了 她想让我去她那边 那你在这儿 汪姐呢 汪姐让我们自己解决 这个点应该再顺美名叫了吧 顾总 您知道公司内部出了问题 还让素材流出去了 我相信你会拿出更好的成分 就这么简单 不然呢 大家觉得怎么样 这次 虽然各大文博单位和名家个人 都有送展品来参展 但是数量都是有限的 而且 多数代表性的钟表作品 没有参展 更重要的是 考虑到文物的保护 所以你要想 申请拍摄许可证 太难了 那问题就来了 到底 我们该怎么去拍 大家想想 怎么了 一个来自边岛的绝望 又怎么了 对汪姐的话表示赞同 非一无语要去广州和瑞士取材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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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表现哪 还去瑞士啊 顾总 如果要做钟表呢 可以去拍钟表修复 有 介绍古董钟表修复师 但是也有问题 一来 朱玉在前 意义不大 二来 这个钟表修复时间太久了 我们不可能拿出半年的时间去跟拍吧 如果要是浮光略影的拍 那我们拍的意义何在呢 还有 古董钟他得动起来 观众才能知道他有多美 但是他的开动表演 每个博物馆都是有严格计划的 难道不是因为大家都有固定的思维 总是局限于文物的本身 找不到更好的角度吗 每一座古董中 背后一定有他的故事 想办法把它挖掘出来 不就是我们的工作吗 到现在 我听到的就是各种的麻烦 根本没有听到解决的方案 大家这不是在看会在商量研究吗 老板 你们别看我呀 我就指这个摄影师有什么都不懂 摄影师用眼睛看文物 和强人是一样的吗 如果是一样的话 你为什么要做摄影师 做观众不是更轻松吗 陶堂怎么还没有来 一直在联系 可能是欠费了吧 我现在去找他